Hello大家好,我是Cincia,欢迎你回到我的频道 元宇宙马上就要来了 我们现在应该在今天做好什么样的准备 怎么样的去教育我们的小孩 去应对未来元宇宙的世界呢 在这个视频里面我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最近元宇宙非常的火 未来的网络世界已经更趋向于复制一个 全新的在网络中的跟现实社会一模一样功能的一个社交群落 我们的小孩未来将面临的世界 其实是我们没有办法具体想象的 他们未来干什么样的工作 他们会面临什么样的人际关系 他们的生活习惯会有怎么样大的改变 这都跟科技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我们今天的小孩 他们在学校里面受到的教育 其实跟我们小时候几十年前 可能二三十年前受到的教育 差别不会那么大 还是一个书一个本一个老师在上面讲课 大部分的小孩都是在重复我们以前的这个教育模式 就是一个老师说你来教 或者是说像某一些所谓的素质教育的地方 就是参加更多的讨论 然后小孩有自己的某一些自主的权利 但是大体上的框架 这个还是停留在我们以前的教育的模式里面 未来的教育怎么样的去适应未来的社会 其实是很多教育者 家长还有老师都会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们想要小孩接受到的教育 是能够让他们在未来的人生当中 能够生活得很轻松 能够在社会定义上取得一些成功 能够获得一个丰富的物质 或者是一个精神上的享受 这个东西是我们今天的教育 给他们打下的基础 但是由于我们现在的老师 或者是家长都没有办法认真的去想象出来 未来到底会变成什么样 所以就导致了我们现在的教育可能是之后的 我们所教给他的技能可能是未来完全不实用的 或者是未来并不需求的 尽可能的为他们做一个比较好的准备 帮他们应对未来可能面临的一些非常大的变化 我觉得是我们今天非常需要紧急去做的一些事情 在我们80后小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网瘾少年这样的一种话 比如说喜欢打游戏的通宵去打游戏 然后不做作业也辍学 网瘾少年 然后把手机随时拿在手上 就是离不开这个视频啊 短视频或者是手机上的游戏 种种这样的类型都会导致大家 对这样的网瘾少年有一个非常警惕的一个感官 就是如果我的小孩真的沾染上了这个网络 他怎么办 他是沉迷进去了 他不做别的事情 那么家长就导致了非常恐惧的去让他面对这个科技 我之前认识一个朋友他就很认真的问我就说我小孩现在三四岁 我要不要给他看iPad要不要让他使用手机 我怕我给了他之后他就会上瘾 然后这样对眼睛也不好 所以他就把他送到一个山村里面的一个幼儿园就是比较与世隔绝的那种幼儿园 然后让他在那个学校里面完全不接触任何的网络 任何的科技设备 这个是比较极端的例子 但是确实是有这样的朋友有这种担心 那么我当时给他的建议就是说 你无法避免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已经存在了 网络只会在我们各个生活当中的层面去更细化 更深入的渗透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不是说你要去把它隔离掉 把它规避掉 你是避不掉的 你避无可避 你的未来的生活已经跟网络完全的是混合在一起了 所以与其说是让你的小孩住到一个类似于真空的地方里面 去完全不接触这些东西 还不如从小的时候就给他树立一个正确的观念 让他用一个正确的方法去接触这样的一个工具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本身并没有好跟坏 那么如何使用这个工具 才是我们家长应该在教育里面起到的一个引导的作用 美国的曾经一份社会学的调查里面显示 美国中产阶级的小孩用到网络的时间其实一点也不少 他们使用网络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用于学习上面 而美国的普通的工薪阶层的小孩 他们大部分时间用到网络的时候都是用来打游戏 也就是说同样的一个东西 你要怎么使用它 你把它当成什么样的一个工具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也是家长跟老师能够从这方面入手的 同理我们对待元宇宙这个概念的话 我们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 也有很多家长非常担心 那以后这个网络世界这么样强大的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担心我的小孩会分不清现实跟网络 确实是有这样的可能 而且年级越小的小朋友 他越不能分辨真实跟网络上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 那么我们在小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从非常小的事情开始入手去 慢慢给他树立一个观念 网络是网络真实是真实 这两个社会是完全不一样的 虽然他们行为结构看起来相同 但是你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才是真实的 存在于你现实生活当中的 而不是存在于网络上虚幻的东西 你在网络当中的打的游戏或者是养的宠物 它是让你触摸不到的 而在现实生活当中 你是可以感受到它的温度 感受到它的气味 感受到它带给你喜怒哀乐的 怎么样去培养小孩 分辨这个呢 其实很关键的一点 就是要帮助小孩培养它的humanity 就是它的人性 把它养成一个情感丰富 有感知 有同情心 有同理心 有爱心的小朋友 这样他才能够首先体会到来自现实生活当中 在网络世界里面得不到的那一部分 比如说我们有亲情 有友情 然后有大家对他的关爱 有一个友好的氛围 让他体会到生活是美好的 存在于很多爱的环境里面 他在现实生活当中 不太缺乏关爱的小孩 他不容易去迷恋网络 往往都是那种在现实生活当中 父不疼母不爱 然后也没有朋友 比较孤僻的孤单的小孩 他容易沉迷在网络里面 对于未来的元宇就更是这样的 如果你在一小的时候就分不清楚这个差距 然后把力气使错了 比如说你本来应该在现实生活当中去努力 去学习 去考大学的 但是你把你所有的精力跟努力放在了网络里面 我要去升级 我要去打怪兽 我要去得更多的金币 或者怎么样 就是你把那个努力的方向放到了一个虚幻的地方 那么你在现实生活当中 你显然就得不到你任何的东西 因为你没有在现实生活中付出等量的一个努力 所以帮助小朋友养出他的人性 养出他的感情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越小越好 怎么样去培养他的感情 首先你叫付出爱 在小的时候不要怕去爱他 有些人说我会害怕我对小孩太好 叫你爱他 其实这个是温柔的一个坚定 我有自己的一个范围 这些事情我绝对不做 但是我对待你的态度是很温柔的 但是我画出的规则是非常明确的 我不会让小孩觉得我无底线的 在纵容他的一些坏习惯 我也会告诉小孩 无论你做错了什么事情 我们都可以帮助你来修正 因为每个人都会犯错误 大人也会犯错误 所以犯错误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无视自己的错误 去把它忽略掉 去人为的去把它屏蔽掉 这个是不对的 在你小的时候 把它养出来一个情感丰富 有人情味的小孩之后 他长大 慢慢就喜欢跟人打交道 他不是喜欢跟机器打交道 他喜欢跟真实的人类打交道 那么跟人打交道多了之后 他就会发展出跟人在一起的一个兴趣爱好 比如说social的能力 就是社交的能力 去体会跟人交往的乐趣 所以在小的时候我们就要鼓励他多走出家门 多出去户外的去活动去运动 把身体动起来 让你感受到自然风太阳光的温暖 把这些东西元素都融入在他小时候的记忆里面 他有这个记忆 就是我走在暖暖的阳光里面 我吹着温暖的风 我脚踩在沙子里面那种感觉 我的脚丫是被海水冲刷那种冰凉的快乐 这些事情加在一起才会构建出他对真实生活里面的一个连接 要想在未来的社会里面取得一定的成就的话 必须要从小奠定非常好的基础 因为这个基础会伴随他一生 他的生活习惯行为习惯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未来元宇宙的世界里面 很多小孩就会把自己归到不同的类型里面去 有的小孩是去那里面的玩家 有的小孩是去coding的 我去制作这个program 然后让你来享用的 有的小孩甚至成为发明家 就是我再发明一个比元宇宙还要更吸引人类的一个东西 每个小孩在未来的社会里面分工是不同的 当然我希望我们的小朋友都能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明确的定位 到底我是去享用这个 沉溺于这个 还是说我去发明创造 把我的聪明才智发挥到未来的生产的创造活动当中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下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为我家的小孩怎么样去准备的一些我认为未来可能会有用的技能 第一个就是体育运动我觉得无论在任何社会任何世界里面身体就是最根本的本钱 所以现在我一定有时间就抓紧让他们在户外去运动 去接触各种各样的运动 他有可能这个运动也不是太精通 也没有太大的天赋 但是只要他在动起来 动身体的不同的部位 动他大脑的不同的部位的话 我就觉得这个是非常有营养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在空闲的时间里面 我一定会首先安排他们去运动 然后第二个我会让他们特别准备的就是动手指的能力 为什么我要让他们动手指 因为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心灵手巧 如果你的手很灵巧的话 那你的思维反应的速度就很快 我就会让他们去练习 比如说像钢琴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技能 其实我家的小孩对钢琴方面真的没有太多的天赋 他的乐感跟音乐的这个所谓的能力都是非常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一个境界 我其实并不太介意他弹得好或者是不好 我主要看重的是钢琴这个左右手的协调 它可以让你的大脑有一个思维上的两边 它可以让你大脑的两边都得到一个同样的锻炼 这个是我们做别的事情很难去做到的这个协调性的一个练习 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部分 第三个就是我会让他们去学习coding coding是未来的语言 每个人都能coding 每个人都能去做编程 编程这个事情锻炼的是你另一种的思维方式 就像学一个机器的语言一样 你能从你的逻辑思维的深处真正去理解这个世界未来是怎么样运作的 因为未来都是靠编程去把每个东西跟网络连接起来 所以我觉得去学编程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还有一个我很喜欢跟很重视的对未来的培养的第四点就是说锻炼他们说的能力 一定要说出来任何事情要用一个完整的令人舒服的并且精炼准确的语言去表达出你自己的意思跟情绪 把自己的情绪控制好 用一个平静的让人接受起来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去说出你的想法 至于说的方式你可能用中文说你也可能用英文说 你这个语言的基础是服务于你说的这个技能 不管你怎么说 你要把自己的这个沟通的能力跟表达能力一定一定要练起来 因为未来如果是大量的人跟时间耗费在跟电脑屏幕的对话沟通上面的话 你自然与人相处的能力就会退化 但是我们这个社会最核心最根本的进步在于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长大之后需要谈恋啊需要结婚 这是很多小孩在小的时候忽略掉培养的一个能力 导致他长大之后他自己的别的能力非常优秀 比如说像学术能力工作能力 这些东西他都非常优秀的 他也能情情书画什么技能都会 但是最核心的一点他没有办法跟异性相处 没有办法去表达自己的爱 没有办法做一个非常有幽默感 有一个有趣的灵魂 这一点我就觉得蛮可惜的 因为这些小孩都非常的聪明 也很刻苦 也很努力 也很认真 从小到大就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去变成自己今天优秀的模样 但是最核心的一点 你缺乏了跟人沟通的能力 这点能力如果不从小加以培养的话 是很容易在原宇宙的世界里面 慢慢逆流失的 他反而会减低 因为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在网络上连网之后 他跟人说话的能力就非常弱了 所以我认为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里面 真的要保护好小朋友的这个自信心 让他有充分的能力去表达自己 把语言链通顺 用一个完整的句子 用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语言的方式 去做到沟通跟理解对方 最后一点就是跟语人协作的能力 就是一个teamwork 一个leadership 你的领导力跟别人协作的能力 有些时候你可以在团队里面 担任一个领导的职务 但是有些时候你可以担任一个团员的职务 所以你自己的角色是可以随时调整的 让自己有这个能力去承受这样的压力 跟转变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些就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 值得在现在好好培养小朋友 为未来社会元宇宙的世界 网络的世界做一个充分准备的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就请你点赞分享跟订阅吧 我们下次再见